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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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阿弥陀佛 请翻开大圣妙法莲华金讲义 好 第一千一百零三页 一千一百零三页 上一个礼拜 我们来讲这个分别功德品 上礼拜是讲 这个 听到这个法华经 闻到佛说寿命长远 能够信解 受持 他在佛事的时候 他的功德是有多大 上礼拜就在分别这个功德 今天我们来分别 这个佛灭后 信词 这个佛的寿命无量 那么功德有多大 我们来看 来看这个经文 佑父如来一灭后 若闻是经而不悔自 其随喜心 当之以为 深信解像 好 这个呢 就是在讲 第一个 随喜 在佛灭度后 信解受持 能够见闻到 佛呢 他寿命无量 这个经文 有五品类 有五品类的人 他的功德是非常大的 第一个呢 是起随喜心 就是这一段 听文 是经不悔自 起随喜心 我们就知道 他是以为 深信解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起了随喜之后 还能够读诵受持 这是 这个就更进步了 第二种 然后再更进步一点 第三种 除了起随喜心以外 他还 然后还读诵受持以外 他还能够教人家 读诵受持 这是第三种 再来呢 再更进一步 除了自己受持 教他人受持 还能够坚行六度 菩萨的六度 坚行六度 然后最后 最殊胜的 就是你自己受持 又教他人受持 然后能够正行六度 所谓坚行六度 跟正行六度 它的差别呢 主要就是 坚行呢 是还在学习 慢慢地 发心 正行呢 就已经几乎完全 在利益他人 一个是 已经比较纯熟 就一直在利益他人 坚行六度呢 还在慢慢地看 慢慢地学 是坚着 行着六度万恨 所以呢 这五种 这就是讲五品 他们每一种 我们现在来分别 他的功德 现在翻过来经文 我们这个随喜的功德呢 这边不讲 他只有先讲 他随喜的相貌 随喜的功德 要在下面 在下一个后文 随喜功德品 在第十八品 现在这是十七品 所以先这边 就暂时不提 因为随喜功德 就很大了 这要专门一个文来提 那么我们除了随喜之后 我们来看看读诵受词 看清文 何况读诵受词之者 诗人则为定代如来 这个是讲第二品 刚刚讲第一品是随喜 光随喜功德就很大 在后面的随喜功德品 会讲到 现在讲到更进一步 除了随喜以外 还能够读诵受词 就是何况是读诵受词之者 那么这样子的人呢 则为定代如来 因为读诵受词 法华经 能够受词这个 这个无量寿品 不用说到法华经 光无量寿品 就诗人则为定代如来 这个定代如来 它主要意思是 诸佛菩萨常护念 佛呢 常常在其顶端 护念他 名为顶代如来 我们常常诵经 持咒念佛 拜佛的人 其实佛菩萨都 常常护念他 如果 他纯粹不太懂 心态 就是他比较 知识比较努顿 也不懂了经文 可是他很诚心 就够了 很诚心就够了 上次 有好多老菩萨 尤其老菩萨 常跟我讲 师父啊 我不太会念经 所以我们办 诵法华经啊 他们 有些老菩萨就 就他觉得 有点感觉到 不好意思来 因为他 不然就坐在那里 听 念也跟不上 我就跟他讲 说不要这样想 你能坐在那里 就不一样了 你就专心听啊 功德就非常大了 好 你看连 以前我讲的 那个老鼠啊 专心听人家在讲 这个法华经 分别法华经 那这个老鼠就可以 依这功德律而投胎 后来又出家 上次也提到一个故事啊 这个鸟 鸟专心听比丘诵经 结果鸟往生之后 又能够变天人 所以我们不要 去认为说 自己不会 自己不懂 那我们就不要去参加 这个 这个 共修法会 我们不要这么想 好 你能光坐在那里 很诚心的听大众诵 那个就有这个力量了 好 这个顶带如来 是真的 是真的 我们常常诵经念佛的人 佛菩萨就经常 互念着我们 在我们身边 好 就好像在头顶上一样 顶带如来 好 我们来看 可是我们不要想 佛菩萨在我们身边 我们就不会有事 不是这样 常常互念着我们 如果佛菩萨 假设像我们 假设你自己的小孩 你真会教小孩子的父母亲 一定不会宠坏他 对不对 一定不会宠坏他 所以佛菩萨也不会宠坏我们 我们该被磨练了 还是要被磨练了 好 还是要有一点点 要有一些 有一些 我们不要变成 变成那个 如果被护得好好的 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就好像温室的花朵 都经不起磨练 好 所以我们身为佛弟子 千万不要把自己 认为什么都要 都要靠佛菩萨 让我们保持着很安全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这样子是 这样子是不对的 好 诸佛菩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他们永远是从问题当中 才能够成长 从没有问题当中 才会懈怠 所以一定要常常去 去面对很多的问题 因为一有问题 就会去承担 担当 这个担当两个字 不是那么 好像有一件事情 我去担当去做 不是这样 不是只有这么简单 像佛陀的割肉 未因 过去生中 割肉未因 这也是一种担当 对不对 也是一种担当 牺牲 那就是一种担当 我们来看 阿异多 是善男子善女人 不须为我负其他事 即座身访 以世事供养众生 所以则何 是善男子善女人 授辞读诵试经典者 为以其他照例身访 供养众生 则为以佛色力起 七宝塔 高广见效 至于梵天 玄珠翻盖 集中宝林 花香阴若 墨香图香 烧香 种谷祭月 萧迪空喉 种种无戏 以妙音声 歌拜赞颂 者为于无量 千万一节 坐式供养仪 这地方呢 就是在分别 第二品的功德 较量第二品功德 第二品 它的相貌 就是读诵授词 这个经文 读诵授词 它的功德就非常的大了 它胜过 如果我们以清净的 以臣 制成的这个三页 身口意三页 授词读诵法华经的福呢 就胜过 这个三件事情的供养 像世事供养 做生访的供养 其他的供养 像这些供养 都不如 我们以诚恳心 好好的授词读诵法华经 来的功德 所以这边你看 以奇塔 照例生访 供养众生 这三个功德就非常的大了 光是起个宝塔 上次我们不是有提到 奇塔 它功德怎么大法呢 光是有人 拿把火把 晚上大家看不到塔 有人拿一把火把 照那个塔 让大家看到那个塔 这个拿火把的人 就可生生世世 生出光明 身体 现出光明 这是以前还讲过的故事 大家记得 所以你看 照例生访 供养众生 奇塔 它的功德这么这么的大 但是呢 还不如 读诵 受词 法华经 它的功德大 好 所以这里讲 善恋子善女人 如果受词读诵 是经典者 好 就等于 已经起塔 照例生访 供养众生 等等的这些功德了 好 那这个塔呢 也很大 高广 见小 至于梵田 好 还有玄 翻盖 好 还玄 宗宝灵 这个翻盖上次有解释 翻盖也是有它的用意 好 古代这个翻盖的供养 这个阿玉王 他为了供养这个 阿玉王在造 八万四千 设立塔以后 后来他生病了 好 那么他又发愿 供养翻盖 每一个塔都 玄盖翻盖 那他的病 也因此而好起来 从那时候 这个翻盖 就更流传 好 这是玄珠翻盖 还有宝灵 这个宝灵 你们注意看 我们那个寺庙 如果传统寺庙 正 比较正统的传统寺庙 他这个 这个大殿 四个角 这个 这个屋檐 屋檐的四个角 一定要宝灵 正统的寺庙 他也听过宝灵 这个宝灵是一种 也是等于是 法音的流传 这次也是一种 很好的供养 还有花香 阴若墨香 涂香 烧香 众谷祭月 等等的这些 萧笛空喉 武戏 这个 这些都是供养 那我们呢 还不如 好好的送法华经 你看这些供养 要花多少时间 财力精力 结果 我们好好的 送法华经 听闻 法华经 功德就这么大了 好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阿异多 若我灭后 文是经典 有人受词 若智书 若教人书 这地方呢 是在讲第三品 的功德 就是更进一步 第一品呢 是水洗 第二个呢 是读诵受词 现在讲第三个 除了读诵受词 就是致词 还要教他人词 如果说 有人受词 若智书 若教人书的话 那么他的 情况是怎么样呢 这位起立身访 以赐赞坛 坐诸殿堂 三十有二 高八多罗数 高广严好 百见比丘 与其宗旨 圆灵御词 惊醒禅枯 衣服饮食 床乳汤药 一切乐趣充满其中 如是身访堂格 若干百千万亿 其数无量 以此现前 供养与我 几笔旧神 事故我说 如来灭后 若有授词读诵 为他人说 若智书 若教人书 供养金卷 不须负其塔赐 即照身访 供养众生 这里是讲 如果自己读诵受词 自己读诵受词 就已经具足供养 我们刚刚前面上一段了 自己读诵受词 就已经具足供养了 其他身访 照例身访 供养众生 供养三宝 就已经具足了 更何况还未能 解说 还教人家读诵受词 那这个功德又更大了 更大了 这个 他的功德是 比什么还大呢 则为其立身访 立身访 就是造身访 以赤詹潭 就是 这个 詹潭海岸的香 木头 这种最殊胜的木头 做所有的殿堂 以及高巴罗多罗树 高广延好 百千比丘 与其宗旨 这个 如果我们梦中 有梦到像这种 大家其实好好地像诵经 诵经 如果我们业障 消到某个程度 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 梦中会出现的 梦里 它是会出现的 不要 我们 不要认为说 这个自己业障很重 不怕业障重 只怕不用功 上次我听到 有一个 有一个居士 他跟我讲 他说他 最近 他有一年 很多感触 因为他也 他每天都是忙啊 忙什么 忙三宝寺 忙照顾别人 忙照顾 照顾 照顾别人 就是照顾老和尚 忙呢 这个佛街社团 那么他呢 有一天呢 他突然晚上梦到 梦到自己 一直往上爬 往天上爬 一直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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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得很累 可是呢 好像很多状况 但是他就是拼命爬 再怎么样 还是爬 就爬到最 最顶上 就看到一个庙 寺庙 看到一个寺庙 里面很多出家人 他一看到就很高兴 很欢喜 就在那里跟他们顶礼 顶礼之后 他又很欢喜 他又下来了 这个在佛的经典里面 他有提到 像这一种 就是业障消的一种现象 那有这样子的话 我们更要欢喜 更要有信心 用心地再继续来用功 不要懈怠 好 我们来看 这个第三品的 这个字词 教他人词 前面 百千比丘 与其宗旨 园林 玉池 进行 产枯衣服 饮食 床乳 汤药 这些呢 都是环境 还有以及 世事供养 这个所有都充满在 这个 僧房里面 像这样子的僧房 堂格 有百千万亿 而且 这个是 无量的树木 以这样子来供养佛 还有比丘 我们如果好好的自己读诵法华经 受持法华经 教他人受持法华经 就不需要 就不需要 这样 就等于是不用这样子做了 因为读诵 教他人读诵 就已经具足了这个功德了 其实佛陀讲这个 也有另外的用意 叫我们不要忙到太过头 还要好好的静下来诵诵经 自己把自己 用心的这个诵经 这个 只要在持诵法华经 他若立若行若做 是他所经过的地方 都因其他 就像供养佛一样的供养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 所以可见这个 法华经 他的这个殊胜 那是很难想象的 好 我们来看下面经文 这个是属于第四品 第四品的功德 第四品呢 就是自己受持 就是能持持经 然后还教他人也受持 以外 还坚行不失 持戒 能辱 精心 一心智慧 就是坚行六度 这个坚行呢 他等于是刚开始 慢慢地 坚着做 要他完全做 他也 能力也还未到 可是呢 就是慢慢的 一步一步地 慢慢间地做 那么这样子的话 功德如何呢 其得最甚 无量无边 譬如虚空东西南北 四为上下无量无边 四人功德 亦付如是 无量无边 极致一切 总致 这个功德就 就比前面的形容 又更 他就用无量无边 来形容 但是有人就问师父 说师父 这个 我也是很认真 每天也都这样子 可是看不出 我现在功德无量无边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 能够看得出来的 你不要小看 你现在种的这一点小因 这未来生 都是成大果 上次我不是讲 那个国王医生的故事 医生在医国王 医医 好像国王都没给他什么 后来医到已经快完了 就不想医了 觉得好像够了就好了 就走了 后来他看到 他回到国度 就看到自己好多赏识 他就开始后悔 当初为什么不认真 再多做一点 再多把国王医得更好一点 这是佛陀讲的比喻 他亲口讲的比喻 所以我们 不要到后来 到天上 现在我们一点点 听完法华经 后来到天上去 就后悔说 为什么当初不再用功一点 会比天上 天上的福报 一下响尽就没有了 还是有肉的福报 如果我们再用心一点 随顺解脱的这种心 去修持的话 我们感知到未来就是 解脱的果 解脱的果就永久了 你就永远不用担心 这个永远不用担心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像我们一般看这个病 一点点小小的 小小的病 我们就怕说 以后会怎么样 我们一直在研究说 怎么样断根 对不对 我们一般身上的病 都在想办法断 断他的病根 自己的身体的病 都在想办法断病根 自己这个身体 我们身体生病 还不会让我们掉到地狱去 但是我们贪嗔痴 这个病 如果不断病根 我就真的会掉到地狱去 所以 这个我们 我们一定要努力对方向 我们回向 一定要朝向顺解脱道 这个方向 回向 我们所有的行持 不管做义工 煮饭 不管是做什么 我们所有的行持 全部要 发愿 能够解脱 能够成就佛道 那这样 坚行六度 就极致一切种子 就是迅速成佛的意思 那何况下面的第五个 第五个就是 整个更圆满一点 若人读诵受词诗经 为他人说 若自书 若教他人说 父人其他 急躁身仿 供养赞叹 身闻众生 以百千万亿赞叹之法 赞叹菩萨功德 又为他人种种因缘 随意解说 此法化经 父人清静慈介 与柔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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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共同志 忍辱无称 自念兼顾 常贵作禅 得诸身定 精进勇猛 舍诸善法 立根智慧 善达问难 这地方是在形容 这个第四 这个第五品的 这个 这个人的状况 他的人像 他的相貌 他的功德的相貌呢 是说 如果他自书 又教人书 就是自己受词 又教他人受词 他也还能够 其他 也造身访 也供养赞叹 然后也能够 随喜赞叹菩萨功德 用百千万一种 赞叹之法 赞叹菩萨功德 你看这些 这个赞叹菩萨功德 是我们现在的人 要多修的 因为我们像 末法时代的人 嫉妒心态是特别重 我们常常 这个 对别人赞叹的话 会说不出来 尤其是自己讨厌的人 他又 特别用心做义工 我们就赞叹不出来 这个赞叹可以化掉 我们内心的厌恶感 一定要懂得这个 其实赞叹 适当地讲 对我们帮助是很大 当然不要过度讲 过度讲就很奇怪了 可是适当地讲 对我们的帮助 解开我们的心结 放开我们的心胸 这个帮助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这里 真的要有点 真的要有点毅力 恒心 许多人他刚刚送法华经 他会像送一般经一样 更容易就送不下去了 很容易他会这样 好 当我们觉得更送不下去的时候 你赶快要更要提起精神来送 那个昨天 昨天 昨天晚上有一位居士问我 说师父啊 因为我跟他讲说 我看他蛮认真修行的 蛮认真用功的 年纪又轻轻 我说你为什么不出家呢 他一个人跑到山上 他一个人跑到山上 他也四五十了 工作也辞掉了 赚了一点钱 工作辞掉 跑到山上 自己的 自己的周处 周处 祖先的地 一个旧房子整理整理 就在那里用功 每天种花种菜 我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出家 他太太还扶持他 小孩也扶持他 这个又更难得 那你为什么不出家呢 他就跟我讲 师父我出家 有两个因素 我就会出家了 我就问他 哪两个因素圆满 你才会出家 他说第一个 如果我定力够 我就出家了 这一点我就马上跟他讲 就是定力不够 才要出家 如果你禅定够的话 你就 这个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那个明朝的时候 那时候偶一大师 不知道哪一位 明末师大师就有讲过 明朝那时候 光未到地定就很稀有了 你要等到你禅定够 才出家 那就不用了 那个很难了 那不容易了 就是我们烦恼多 才要更用心 走这个修行路 就好像 我们就是身体病很多 才要赶快找医生 对不对 才赶快去吃药 一样的意思 我们身心都已经 哩哩哩哩哩哩的 不赶快把自己救回来 还要让他再这样 哩哩哩哩哩下去 不是 那这一辈子就这样 就这样 好 好不容易又遇到佛法 而且只有越来越末法 不会越来越 我们所谓的时间 只有越来越末法 赶快要打起 提起这个正念 要给自己要求一点 那第二个 遇到善知识 他遇到他自己 觉得可以的 这个当然是 这个也是需要 需要机缘 可是呢 在这个时代里面 大家不要把 这个善知识 好像想到那种 证悟解脱 才叫善知识 不要这样子想 好 不要用这种眼光 去看善知识 这是很难的 在这个时代 你几乎看 很难找到 一个证悟者 你只要他得恨 各方面规规矩矩 没有很离谱 而且你觉得 这跟他还蛮有点相应的 然后你就好好的 就可以走出世之路了 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中科博大师在他的 菩提道赐利广 就有讲到这一点 他就有提到 这善知识的相貌 这个善知识的相貌 如果你一下子用什么 很那种 说他要有神通 还有他心通 要什么 如果你用这种 去跟他相处的话 那可以 可以保证 你一定修不起来 一定修不起来 因为你不要 你不要用这个人 有没有能力 然后来跟他相处 你要用这个人 有没有得恨 来跟他学习 比较好 好 不然的话 你会被误导方向 神通很容易误导方向 而且大家还不知道 这个神通 到底是怎么神通法 因为他还通外道 对不对 五神通还通外道 好 那这个是怎么神通法 我们还搞不懂 是魔呢 还是什么的 我们都不知道 那灵通呢 又更不清楚 好 所以这些呢 一定要 我们不要用这个来判断 我们一定要用这个人的得恨 好 他的有没有规规矩矩 其实你只要把这个 红一大师 红一大师 好 廉慈大师 这个 这个硬光大师 这些呢 地坛士的 好好的 用功 用心在他们的 这个祖师的 写下的论点里面 他们的精神 你绝对可以把握到七八分了 这一点就够了 这一点你 如果这个善知识 能够符合 差不多这样子的标准 就很难得了 在这个时代里 就很难得了 好 好 然后这边有提到 富人亲近慈戒 与柔和者 而共同止 这个呢 是指 就是出家众 他的那种六和和 和和啊 和和相处 因为亲近慈戒 亲近慈戒 他本身也必定柔和 身心柔和 与柔和者 共同止 就是大家互相 亲近慈戒者 大家在一起 然后以六和和的精神 一起用功 忍辱无称 自恋简骨 然后常跪坐禅 得出生定 他能够都有这些相貌 这些相貌 我们看这个经典上 这样形容 我们可能不见得做得到 可是呢 做不到 一定要觉察到自己 是哪个 就是审查自己 比如说我们忍辱 有没有做到 无称有没有做到 自恋坚固 有没有做到 然后我们慢慢审查自己 然后给自己要求 光是毅力 光毅力就有的要求了 毅力恒星 这一点就真的是要 这就是个考验 精进勇猛 色诸善法 力根智慧善达问难 这个是不容易 精进勇猛 我们很多人 他精进勇猛 就是三天热度 后来很快他就退了 这个真的用功 其实不是在于这个 不是在于一时的 怎么勇猛 而是在于细水长流 然后在细水长流当中 当我们越障 越来越消 越来越消 身心很自然的 慢慢慢慢的 这个定力 福德智慧 各方面都越来越 增长到某一个深度的时候 你那个精进勇猛 是自然精进勇猛的 不是给自己 怎么要求的 你只有那时候就 自然而然就 想精进勇猛 那时候的精进勇猛 才是比较真的 设住善法 就是把所有的 顺 解脱到的所有的善法 都能够去射送 还别人 别人有什么问难 你也能够善于问答 这时候就要靠我们 听经文法 要常常听经文法 我们才能够善于去解答 别人的问难 好 我们来看 下面经文 阿异多若我灭后 诸善男子 善女人 受此读诵 是经典者 富有如是 诸善功德 当之 是能已去道场 进 阿妞多罗 三秒 三不提 坐到树下 阿异多是善男子 善女人 若坐 若立 若行处 始终便应其他 一切天人 皆因供养 如佛之他 好 这个地方 就在讲前面 这个第五品 的这个相貌 如果具备 这第五品相貌的 那么他的功德呢 是 是最殊胜的 好 在上面第四品的 这个功德呢 他只有用 无量无边来形容的 就已经是 极致一切总致 来形容的 那么这里呢 是更 更上一层 就已经接近 成佛了 就当之 是能已去道场 进阿妞多罗 三秒 三不提 坐到树下 这地方呢 他就 他已经能够 能够很用心地 去广为 十方法界 利益众生 好 所以 他若坐 若立若行住 始终便应其他 他就 他只要行住 坐卧的任何地方 我们都可以 都 因其他而来供养 就像供养佛塔一样 就好像一个圣者 他所走过之处 我们都非常的敬仰他 在许多的这个朝圣 都是朝圣很多 像有些 有些祖师 闭关过的 山洞 有些人 他的一些 所立的一些圣迹 我们当然是缅怀 过去这种大祖师 他的一些 殊胜的那种 那种 度化 度化众生的那种 方便 但是我们知道 那只是方便 我们用心去缅怀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付出去 真的把自己去 真的去修 真的去修 像 今天我跟一个师兄 早上在聊天 我一个师兄 早上在聊天 他有点有感而发 他说 他说 常常 大部分的人都是 嘴巴会讲 他不会去做 会闲 但是不敢当当 闲人家是很快 担当是很难的 但一旦担当了 他又怕给人家闲 所以他就不要担当 他就负责闲就好了 这个你福报就损光了 闲一句你福报就损 就损一点了 因为别人在担当 你在后面这样一直闲 那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是就一直损 你随喜功德都来不及了 还要再闲 大家闲那么多 那这样子 我们还是修不出来的 还是修不出来 这个咸菜咸多了 咸菜不好吃 久了就没菜吃 所以很多人 他就一直说 我没有 怎么没有人来 来 来这个 怎么 他就感到他没助手 感到他没助手 最近我碰到有一个老菩萨 老菩萨 他以前脾气很大 后来呢 他开始 就是这个是 已经学佛很久了 学佛大概三十几年了 他现在年纪很 已经一大把年纪了 他说他最近开始 脾气改好多了 最近他跟我讲说 师父我脾气改好多了 我说为什么 所以我现在开始 深入经账 才开始脾气改好多了 以前没有深入经账 都是东听一点 西听一点 他现在开始读经文 然后去听经 去听经 他真的认真听经 因为以前只是 好像就是法会 跑一跑 然后道场扫扫地 可是看到事情 就是从头骂到尾 他的脾气很大 他到现在改过来了 他说我现在不会这样了 他说佛法 真的还是要深入经账 他才能够开始 有智慧觉照自己 所以智慧很重要 真的智慧很重要 所以我们解情病重里面 这个行门虽然占不少 解门是千万不要废 是千万不要废 一定要 每天都要一点时间来听 不管听开示 听经也好 要把古德很多 都要拿来 多少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下面经文 二十四尊 欲重炫此意 而说济言 现在这里是在重颂 前面的常行的部分 若我灭度后 人奉此此经 师人福无量 如上之所说 事者为巨足 一切诸供养 以色力其塔 七宝而庄严 表叉胜高广 见小智梵天 宝灵千万亿 风动出妙音 由于无量节 而供养此塔 花香诸音乐 若天一众计悦 若相由书等 周扎成照明 恶事法末使 仁慈施经者 则为以炉上 巨足诸供养 这里就在重颂 前面讲的佛灭度后 信词奉词 这个法华经 它的五品的 它这个功德 福呢 是能奉持此经 世人福无量 那它的福呢 就是它已经具足了 只要诵词读诵法华经 它就已经具足一切 诸供养了 以色列其塔其宝庄严等等 它各种供养 这里所讲到的 这个宝灵啊 风动的出妙音啊 花香音乐 这等等的供养 所以在末法时代 诵词法华经 非常的困难 佛事就已经很困难了 何况 这末法时代 所以在末法时代 能够持诵 它的功德又更大 又更大 就已经具足诸供养了 所以以后 如果要到山里面 以前我还不懂 这个诵经功德这么大 以前有一阵子 刚出家的时候 很 就是那种 出生之独不畏虎 常常到处跑去山里面 或是坟墓啊 或是什么 就这样子去修 现在啊 我就好好的待在我的大殿 把法华经送好 就觉得很好了 不用到处跑啊 跑来跑去 撞的都是满身伤啊 还搞不清楚状况 修行还是在摸黑一样 这里碰那里碰 结果这里身体也碰坏了 然后好像也没什么进步 所以觉得很惭愧啊 希望大家 其实我们在家里 好好的把经 静下来 家里就是 再怎么样 就是很好的窝了 就把这里 整理好 就静下来 诵经了 这功德 就已经具足这么多的 诸供养功德了 好 我们看下面经文 诸供养功德了 若能持持经 这路佛现在 以牛头沾潭 其身方供养 堂有三十二高八多罗树 上转庙衣服 床卧皆具足 百千众住处 圆灵诸玉尺 金行及尘窟 种种皆言好 这里呢 是讲 智词 教他能词 他的功德就有如什么呢 就好像 这个就是 从颂上面的 牛头沾潭的供养 起身方 用牛头沾潭来盖房子 这个各种 圆灵语池 然后这个堂有多大 高八豆露树 然后他还可以进行 残窟 这个残窟 这个古代 这个古代 其实你任何 只要一个小山洞就好了 我们以前祖师 中国的祖师 他到三年 我听 看以前的经教 看以前留下的 这些资料 他们 有些祖师呢 就身上 就带了一点点米 一包米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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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的 那个 可以敲 这样子 把那个 就找了一块 山壁 就敲出一个洞 就住在里面了 以前的祖师呢 他就这样子 在闭关 或是 或是 禁足 甚至有些祖师呢 他在山里 他那个山洞根本 没有地方爬得上去 他就 就在里面 就住在里面 所以就不知道怎么 怎么生活 可是他就能够 在那边就能够用功 不过大家 现在 不适合 这样学 这种一定要 已经有 很深的功夫 在以前讲说 不破 出餐 不入山 不破 重关 不闭关 不破 出餐 不入山 不破 重关 不闭关 就是禅宗 他不叫破山关吗 破出餐 破重关 再破最后 劳关 你看光破 出餐 出餐就好像什么 见那个空性 如月亮 那个波云 见月 可是云又盖回来 可是你看到月了 就是意思就是 你已经知道 尝到味道了 你知道那个方向 没有错了 这时候你可以入山 可是还不能闭关 他闭关必须进一次 进一步的开悟 等到那月亮 那个乌云 拨开到某一个程度 很稳定的时候 这就是破 就是劳关 你就是你的体悟稳定 这时候 你身心就稳定 身心稳定了 就可闭关 那个才是叫真闭关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现在的闭关 以前有些主事态是 就是把自己 等于是断绝外缘 看点书 休息一下 然后看点书 给自己一个功课 不出这个范围之内 就称为闭关了 这个也是好事 可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到 古代 他的那个精神 他意思就是 知见已经稳定了 你不会走火入魔了 不会有任何的 这个问题了 你这时候 你这时候 才谈闭关 就很稳当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所以刚刚这一段 就是说 致辞教他人词 他的功德 就相当于这些 我们再看 下面是 奸行六度 若有信解心 受持独送术 若负交人术 即供养金卷 善花香莫香 与须曼沾波 阿提目多且 虚有常难知 如是供养者 得无量功德 如虚空无边 祈福亦如是 这个就是讲 第四品 他的功德相貌 如果有信解心 受持 自己受持独送 又教人受持独送 还奸行六度 奸行六度 就供养金卷 善花香莫香 的供养 这个须曼沾波 这是两个 这是两种花 大家要知道 以须曼 须曼是一种花 须曼在我们 这个中文里面 翻译是 善色一花 善良的善 这个色受的受 这个色 这个意识的意 善色一花 那这个沾波呢 沾波也是一种花 它是一种小黄香花 那阿提木多切 也是一种花 就相当于台湾的那种 龙土珠花 那这些花呢 熏油藏兰子 就是把这些花 以及它的 这个 这个纸啊 把它熏成油 然后把这油呢 点燃 来供养 如是供养者得 无量的功德 如虚空无边 其福 亦如是 它的福 它就这么的大 虚空无边的大 好 我们来看下面 旷富此此经 兼不知此解 忍辱要禅定 不称不恶口 恭敬于塔庙 千下足比丘 愿力自高兴 常思为智慧 有问难不称 谁顺未解说 若认行事行功德 不可量 这一段呢 是除了自己持诵 教他的持诵 还能够 这个 这个 行这六度 这个是第五品的 功德相貌 这里讲 千下足比丘 远离自高兴 恭敬于塔庙 远离自高兴 就不容易 远离自高兴 就不容易 最近 我常常看到 很多老餐的 四种地 老餐的 大家就 一旦老餐了 常常面到一个危险 就是 自高兴 这个 这个其实是蛮危险 如果 如果这个危险 没有去掉 那就 这个 这个台语 台语有一句俗话 叫 金无菜 就是实在 不值得 这不是实在 很 这要怎么讲 所以 可惜 对啊 就很可惜了 很可惜 所以 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 随时地 绝照自己 绝照真的 非常地重要 从学佛 刚开始 到最后 我们不管自己的习气 有没有办法克服 可是一定要保持 有绝照到 就算克服不了 习气很 很差 我们也要 绝照到自己 是习气很差 总是要 保持看得到 这个能不能够进步 那是 另外一回事 可是能够保持看得到 能够保持的 看得到就 就 就不错了 就不错了 你只要一直保持看得到 看得到一点 下次就看得到两点了 然后再继续 又看得到三点 四点 五点 就一直看下去 那我们内心 就那个绝照力量会越来越强 这时候 当习气要发起来的时候 你马上那个 那个习惯性的绝照就提到 就提起来 你就可能就避免掉 你本来该有的灾难 你就避开了 我们不是常常在生活里面 常常有那种感觉说 哎呀 还好没讲那个话 哦 还好没得罪他 还好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都是稍微有点绝照 你要 这个 如果 这个被绝照 这个灾难就跟着来了 好 我们来看 这是远离至高心 常思维智慧 这个思维智慧 就是一种绝照 然后 别人给你问难 你不要称恨心 有问难不称 随顺未解说 这一点又更难 这一点 因为很 我们现在许多人 面对别人 在问我们佛法 常常没有耐心 会很没耐心 就觉得 你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好 这个光培养耐心 这绝对是菩萨道的第一步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我们现在面对的都是 末法时代所有众生 你不耐心 我们不要等着去碰到好人 永远都是 大家都差不多的人 好 所以我们自己 自己 有这个福报好好修行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慈悲心 好 能够去看到别人 好 那种 那种苦难中 好 那 非常耐心地慢慢为他做解说 这个耐心的训养 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是那么容易 他的最困难点就是 心胸 悲心 如果当我们觉得说 这个怎么那么 这个怎么那么烦啊 哇 我不要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好 你当你起这个念头的时候 你就马上绝招 好 绝招 我自己不能这样 然后呢 起一个慈悲心 好 就觉得啊 这个对方也在生死的苦海中 好 如果他是真的很诚心想问 你就 有责任 要诚心地为他做解说了 好 所以 若人行事行功德不可量 好 好 我们来看最后经文 这一品的最后经文 若见此法事成就如是德 因以天花善天意复其身 头面皆足理身心如佛想 又应坐思念不久一道数 得无肉无为 光丽诸人天 其所住子处 金行若坐卧 乃至说一记 是种因其他 庄严令妙好 种种以供养 佛子住此地 则是佛受用 常占于其中 金行即坐卧 好 这一段就在讲 我们刚刚最后一品 最殊胜的这个法事功德 好 如果见到有这样子的法事 成就这样的德恨 我们就更要用天花 好 供养 好 等种种的 好 这个 甚至身心如佛想 把他当成佛一样 那么 而且我们要这么想 想什么呢 他不久就会 一道数 一道数就是成佛 好 这个是可以八项成佛 至少 他是原教出主菩萨 好 可以做八项成佛 好 然后他能够广力 他很快就能广力诸人天 所以他所做的 所走的路 所住的地方 都因其他 甚至他讲了一记 的佛法 也 这个地方都因其他 这地方就在讲 我们 这个 这样殊胜的法师的住处 就是等于是 这个佛的法报化三生 他所 好 住此之处 就应该其他供养 好 以种种的方式供养 好 这个 大家 常常 好 常常会想到说 啊 师父这个 这个担当很困难 好 比如说煮一顿饭 煮一顿饭 我常常问人家说 哎 奇怪 你为什么不发心煮煮饭啊 很多人会跟我讲说 师父 我去发心 别人都会嫌我煮的 我很怕给人家闲啊 万一 人家稍微闲一下 我下次就不敢去了 你不要 不要怕这个 这个会给人家闲 那真的是很正常的事情 以前我第一次煮饭啊 在这个 寺庙里煮饭 可是因为我煮得很难吃 大概一半 一半以上的人 吃一顿 吃两顿 吃三顿 因为我轮值四次 两个礼拜轮一次 好 那些 我那些道友们 跟我们大家共住 有二十几个比丘 其实大家都 不太 不会闲吃 不会了 因为大家其实都 不会去选择什么吃 算是都很好 很好供养 很好款待的人 但我煮的是太难吃了 所以他们吃一次 两次三次之后 我还没有绝照 还没有绝照到 后来等到有一天 他们怎么泡面 特别多泡面被吃掉 原来他们一个一个 都跑去泡面 我煮的菜都放在那里 没有吃完 但也不好意思嫌我 所以这个担当 真的需要 你要慢慢去学习 慢慢去学习 后来人家一家问 你要怎么煮啊 那个炸什么 炸冬瓜 那时候我第一个会煮的菜 就是炸冬瓜 还是一个比丘教我的 他说你 你要会有个鸡 就是卤一个炸冬瓜 那你要吃一点鸡 那人家才会比较下胃 你要懂得配 我那时候都在学雷九兰 所以大家有些人不习惯 会受不了 利益众生 你真的想要利益众生 真的还是要随顺众生 你要有点智慧方便善巧 不要老是自己的意思 自己的意思 你永远利益不到众生 还在结到二元 供养没供养到 结果事情还弄得更糟 我们还坚持自己 是对的 更辛苦了 好 我们来看下面 水洗功德品 第十八 这个功德品 这水洗功德品 非常的殊胜 看到这一品 就很欢喜了 因为这一品 它就在讲什么呢 就在讲 当你辗转 辗转 父亲辗转 就是你听闻法华经之后 你跑去跟人家讲 那个人又跑去 下一个人讲 大家都水洗 好 结果一直传 传到第五十个人 这第五十个人 光是这第五十个人 传到第五十个人 这第五十个人 一定听得是模模糊糊 对不对 好 不会说像第一个人 那么的殊胜 光第五十个人 虽然他听得意义 不见得很圆满 他功德就多大多大 就在写在这一品里面 好 好 我们来看 第118月经文 这里就在讲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五品的功德 的第一品 第一品是算是最粗浅的 水洗而已 只有水洗 他还不见得有读诵受词 那么纯粹只是水洗 得己所福呢 就在这一品来讲 好 好 我们来看下面经文 而是佛高 弥勒菩萨摩托 阿异多 如来灭后 若比丘比丘尼 幽婆赛 幽婆怡 其于智者 若长若幽 闻世经随喜 从法会出 至于余处 若在身房 若空贤地 若诚意相末 聚若甜力 如其所闻 为父母 忠亲善有之事 随力远说 四诸人等 闻以随喜 父亲转教 余人闻以 亦随喜转教 如是辗转至第五十 这里就是讲 他辗转相较的情况 这是说如来灭后 就是如来灭度以后 这是如来灭后 不是如来 不是我们 本是释迦牟尼佛 再次的时候 是末法时代的 如果有比丘 比丘尼 幽婆赛 幽婆怡 四众弟子 以及智者 不管是连长的 幼的 连幼的 他闻这个经 谁喜的话 只是谁喜 从这个法华经 不管是讲经法会 诵经法会 他从里面离开 到别的地方 开始辗转去 在身房空闲地 成义下墨 居落田里 就各种可能的地方 就他所听闻的 欢喜心 为父母中亲 善有之事 来为他随力远说 为他讲说 那么如果这样子 这个讲说的人 又辗转到第三个人 第三个又辗转到第四个人 就是都是文以随喜 那么一直辗转 愚人文以一随喜转教 这样子辗转至第五十个人 第五十个人 当然这个第五十个人 听到的一定不完整 而且可能还 不知道有没有误差 还不知道 但是他听了一定不完整 如果他还是随喜 法华经的话 第五十个人 他功德呢 我们看下面 阿异多 其第五十 善男子善女人 随喜功德 我今说志 路当善庭 好 若四百万亿阿生其世界 六去四生 众生 卵生 胎生 私生 化生 若有心 无心 有想 无想 非有想 非无想 无足 恶足 四足多足 如是等 在众生 数者 游人求福 随其所欲 娱乐之举 皆即与之 依众生 于满 严福体 金银 流离 车区 玛瑙 山呼 虎卧 珠庙 珍宝 即向马 车臣 七宝所臣 宫殿 楼阁等 四大师主 如是布施 满八十年以 而坐四年 我已施众生 娱乐之举 随意所欲 难持众生 皆以衰老 连过八十 法白面咒 将死不久 我当以佛法 而训导之 即即持众生 宣布法化 世教理系 一时皆得 虚陀还道 司陀喊道 阿纳喊道 阿罗汉道 敬诸有肉 余生禅定 皆得自在 惧霸解脱 这一段呢 就是在讲 六趣的所有众生 三界六道的这些众生 你不管是有形 无形 有想 无想 等等的 所有众生 无足 二足 四足 多足 不管是怎么样的众生 只要在众生数着 如果有个大施主 有人求福 有个大施主 随这些众生 他能接受的 娱乐之趣 他能接受的 都供养他们 都给他们 然后一一众生呢 给他满严福体的 满严福体 所有金银 流离 车局 玛瑙 三户 五波 珠庙珍宝 七宝 还有下马车城 等等 那这些呢 还有七宝 所成的宫殿等 都供养他们 这个大施主 如是的布施 满八十年 然后就这么想了 说我呢 已经施给众生 这些娱乐之举 让他随意所欲 都能满足 但是呢 这些众生呢 都已经衰老了 年过八十 那么头发也白了 准备 僵死不久了 我呢 就当以佛法而训导之 这个呢 就是前面 都是方便 供养他们 让他们心安 然后善缘节道的 你呢 他们就更愿意 听你讲佛法 这时候 把这些众生 集合起来 集集齿众生 宣布法化 跟他们讲佛法 自教利息 让他们呢 都能够得到四果 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让他们有肉 都能够 变成无肉 得到生禅定 能够具足八解脱 像这样 功德是不是非常大 这么大的功德 我们看下面经文 与鲁易云合 是大师主 所得功德 临为夺佛 这功德多不多呢 弥勒白佛言 来问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就回答 世尊 世人功德 甚多 无量无边 弱失失主 但失众生 一切乐具 功德就无量 何况另得阿罗汉果 就是说 如果你纯粹 只是布施众生 所有的 他所需要的 就已经功德无量了 何况还让他得阿罗汉果 那当然功德更大了 好 我们看下面经文 佛告弥勒 我今分明欲录 世人以一切乐具 施于四百万亿 阿僧其世界 六趣众生 又令得阿罗汉果 所得功德 不如是第五十人 文法华经 一记随喜功德 百分千分 百千万亿分 不及其一 乃至算术批语所 不能知 这里就在较量功德 就是说 第五十个人 随喜文法华经的功德 他现在就分明欲录 以一切乐具 施给四百万亿 阿僧其世界 刚刚是言福提而已 现在是四百万亿 阿僧其世界的 所有六趣众生 也让他得阿罗汉果 刚刚一个言福提 就已经功德 那么大了 那何况是 四百万亿阿僧其 世界的众生 还让他们得阿罗汉果 那么第五十个人 随喜功德 还超过这些 我们让这个 四百万亿阿僧其 世界六趣众生 得阿罗汉果的功德 还不如这个 第五十个人 文法华经功德 一记 的功德 百分千分 百千万亿分 不及其 这个等于是 乃至算术批语所不能知 这个等于是 就没有办法算了 差太远 意思是没有办法比 功德有多大呢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阿依多 如是第五十人 辗准文法华经 随喜功德 尚无量无便 阿僧其 何况最初于会中 文恶随喜者 祈福复圣 无量无便 阿僧其 不可得比 就是说 前面 刚刚讲的 这个 让四百万亚生 及世界六区众生 得阿罗汉果 失给他们一切乐趣 还让他得阿罗汉果 所得的功德 还不如第五十个人 文法华经 一记随喜的功德 百分千分 百千万亿分 不及其一 就是 不如第五十个人 文法华经 这一记功德的 百分千分 百千万亿分 不及其 算数批语 不能知 这无法比较 所以何况 这里讲 何况 第五十个人 都这样了 何况最初 第一个 他文恶随喜者 那他的功德 当然 富圣 无量无便 阿僧其 不可得比 我们今天 是讲到这边 现在时间 已经要到了 我们看到 这么多的功德 我们当然 从前面开头 我们就听很多了 不过这地方 它是强调的 非常的明显 强调非常明显 为什么他以前的人 他送法华经 能够送到 能够迅速 急速成佛 就是因为 他功德这么大 因为你成佛 必须要 多么累积 多么长久的 善根福的因缘 以及福会资粮 可是呢 我们从 送法华经 当中 就可以迅速 累积 迅速 累积 在这个 我目前所看的 所有法门里面 累积 这个 这个 这个资粮 最快的 就是法华经 像我们 像藏传 藏传它 它前面不是有 这个四家型吗 供灯十万 礼拜十万遍 六支大明咒十万遍 上师相应法 以及什么 都十万遍 这些四家型 这些呢 都是供养 好 我们呢 这里就讲了 还不如 文法华经 一记 百分 百千分 万一分 都不及其一 如果要 如果 其实我们的 这个 这个 丛林道场的 所有的 观念 世家 这个都有 世家型 我们的 这个 藏传世家型的 所有的内涵 中国都具备了 就是他所有的精神 而且还修得 还更快 还更快 这个厨房 出主时 这个 你光是 我们不用谈到 其他的了 你光是厨房 就够了 就让一个人 业障 迅速消除 当然了 你要业障 消得快 你要面对的 障碍也大 你就是要给人家 嫌你菜不好吃 然后 就是慢慢 因为你要面对 这些 所以你业障 消得就快了 你供养的 都是要嫌你的 我们就 还得认真 欢喜新供养 如果我们 越欢喜 把这个 这个扫扫地 越欢喜 煮煮饭 越欢喜 服务大众 那 人家怎么样 怎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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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的 讲 我们还是 欢喜 心 这个 比 比你一个人 在 在官房里面 闭关 看书 好多了 好 还更 更 你能够 学习的 放下的 更快 如果过得了 这一关 修行就进步 一大截 就像当初 广青老上 他还没 正午以前 在修 那个路 不是有一次 给人家 闲吗 闲到他 气到 把那个 圆锹 丢到地上 就准备要 走出山门了 后来 走到一半 想一想 我是为 生死大事 何来 不是为了 这个人我 这个真子 所以他的 我子也放下了 又走回来 走回山门 继续把圆锹 拿起来 继续 继续做他的 这个 这个工作 这个一定要 一定要懂得 这个累积 这个 这个 无量的 这个因缘 善根福的因缘 我们 才是 才是真的 解决我们自己 的问题 所以 这些都 都是真功夫 你是真的是付出的 真的流血流汗 像昨天我看到 有一个居士 晚上 晚上光整理菜 就整理到快十点 我请他说 你去煮 你试试看 去煮饭菜 他就开始紧张了 怎么办 要煮饭菜 明天开始要煮 煮饭菜了 他就全身紧张了 六点就开始进厨房 晚上六点 因为他煮明天早上那一顿 他从昨天晚上 那六点就开始进厨房 就开始 从冰箱里面 上上下下 头脑开始想 我要怎么办 然后这个 所有的 快坏的先煮 新鲜的摆后面 赶快快坏的 赶快煮 那功德才大 你不要说 自己为了想 自己想吃新鲜的 就煮新鲜的 坏的就放到坏的 这样子你反倒不好 你要先把坏的 赶快拿来煮 然后 他还不错 坏的慢慢 剪菜剪菜 虽然手脚慢一点 可是呢 一直剪到十点 才进厨房 我还在厨房 看这个法画经 我看他走进来 鼓励他一下 大家好好的用心 我们这个 其实很简单 真的 这个 我们不要太去迷 迷太多什么神通 什么 什么那个 你要想什么方式 转变你的命运 没什么方式 历代所有的祖师 所有的大修行人 走的同样一条路 就像佛陀一样 他说 佛陀说 我走的路 就是古先人路 古先人就是古佛 意思就是古佛 以前古代的佛 走过的路 我一样走过来 没有第二条路 就是 就是 这个 用心的 去服务众生 然后 以顺解脱到 顺解脱到 想解脱生死的心 来服务众生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